记者张义陈宜兰报道,今为端午廉甲最后一天,上午10点半后国道5号出现车流回堵,目前回堵车龙约3公里,高工局预估,今北上车流量大,最晚应可在晚间10点书界高工局平林行控中心表示,今上午北上约11点20分续回堵2.5公里,到了中午车流从雪碎口排队, 回堵车龙约3公里,今上午8点起,头城、宜兰、罗东、苏澳等交流道均实施扎道移控管制,10点40分路间开放大客车通行,10点58分启动驻线移控管制 平林行控中心表示,今下午2点至晚间9点,将实施高车载管制,但若车流提早缓解,会评估是否提早解除国五高车载 今年端午连下首日南下车流量最多,第一天,第二天国五南北总车流各为6.8万辆车次,高工局预估今收假日南北车流量预估6万,比平常假日多约2、3成 平林行控中心分析,今年端午节车流量不大,应该是受到学生考试影响,降低出游意愿 另外,虽宜兰地区天气良好,但气象预报显示全台会笼罩在梅雨季中,前往宜兰 花冬的长途旅客又略为减少,多位短途旅客为主